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也是从悬崖上面往下爬 爬到快要到沙滩上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大浪打过来 然后有几个人就被派倒在地上了 有两个已经被旁边的人拉起来了 但那个中国人他没站稳 就被那个浪卷到中间去了 好像是离岸流 他根本没有办法挽回游 后面有人扔了救生圈下去 那个长发的外国人拿着救生圈 就向那个中国人冲过去 侧面也有一个外国人 自由泳的方式向他们两个游过去 最后他们三个人都获救了 中国人还和外国人拥抱在了一起 当时还有岸边上的旅客 一起帮忙拉那个救生圈的绳子